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这样说 过了周末 美金下跌 当然会觉得一定是有重大发表 美金创新低至92.4% 欧元升了两年半身高 虽然我们有责任 我们是帮忙做这些事情 市场移动最关事 有点藉口解释 事实上值得观察 美金明显跌 但在外币市场计算 升幅不均匀 结果欧元飙升 其他事情不是怎样移动 很多人看见本来强的价格 会继续站在高位 另外 为何我们会觉得很困惑 我觉得很困惑 如果不是这个会议 两个月你应该发觉 美金跌的时候 全部会升在和美金五 很大关系 那些货币市场 就在有色金族 大宗商品 农产品那边 但欧元升有关事 这次会比较特别 欧元升有关系 欧元又创了高位 要看会发生什么事 很有趣 全世界都关注耶伦 德拉吉和日本央行 会有什么说 但耶伦在20页演讲稿里 没有提过货币这两个字 大家要知道 我不是喜欢吐槽这些问题 但事实上会见到 这次会议不算好焦点 事实上会知道 所有银行大员出来了 全世界所有央行去度假 一直都是用阴谋量去思考 这些会议 但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 其实是没有什么要决定 他们都是搬回现在应该做的事 只是说 如果说美国 大家都知道耶伦会否连任 现在是迷 很多人都希望耶伦会在这里 发表一些出类拔萃 或额外的心底话 结果没有 但这次耶伦在会议中 你觉得是他即将连任的先少 还是他没有机会 大家应该知道耶伦的性格 他做了副知识这么久 现在担正 他一直都低调 他都不是出风头的人 所以你不会看到他有什么 希望在现在未确定的 再加上耶伦 再加上耶伦 就是有连任的问题 现在反而有机会增加 本来大家应该知道 应该没有预计 还有一点 对耶伦来说 可以说有些丢架 现在九月到明年1月31日便到 还有多久 只有四五个月 也没有人告诉你 我给你一张票 你放心 你照做 对他来说 我觉得是挺丢架 这一任本来也不是预计他 也是想在外面找人进来 这次又是这样 而且他没有工也有劳 所以在今次的表白方面 是令到他没有办法给出表态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否继续做 不可能他说得对 连任机会会高 因为特朗普也没什么人用 这件事我想要这样说 究竟是否联邦处备局的规矩 不太喜欢内部生理 一定在外面找人来管住这些人 大家应该知道 是纽约银行的总裁 一定是最热门 但现在是外面 暂时来说 如果耶伦今次的表达 为何人都会卖他仗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会给大家惊喜 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 其实他都没有给大家 因为今年耶伦给我们最大的惊喜 他说要缩表 事实上大家会关心他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过 所以会导致大家是否会继续 跟他履行之前所想的东西 大家会觉得应该在经济数据 反而才会真正主导美国的美金走向 但又反过来 因为时间关系 欧洲央行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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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否再延期 将我所谓加码量化宽松 大家要记得 他的量化宽松是加了码 由550亿加到750亿欧元 去到现在拍着美国的QE3规模 亦预议会议会到2018年3月会完 所以今个月应该会有个转变 所以欧元区那边大家会更加观察得多些 究竟他会否像美国那样都会停止量化宽松 及开始有加息时间表出现 所以这反而会拉到对欧元有一定影响 可能大家要留意9月欧洋行的议息 顾议程序会是怎样的 当然德拉吉在央行行长会议当中 也有流露这些架派倾向 本来这次赛商会议很多人会觉得 欧洲央行应该会否顺道 有关美国制裁会影响美国经济事宜 这可能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要观察 虽然美金跌但会否持续 如果一跌是否9月又会继续 留一点在会市策略说 除了留意杰森豪会议之外 也想知道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上限将在9月又到 白公或议会方面都有不同的说法 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 留意一下 因为这两个星期前 美国很多所谓政府高级官员都放暑假 所以出现了很多地区争议 令国会和白公贸合神理 虽然是同一个党 但很多事似乎都不是很像 每一个一致性 这方面有很大讽刺 所以想提出一件事给大家知道 9月份国债上限限期真的要收拾 连拉出来拿来顶数的钱都差不多用完 所以国债上限在9月份会否谈不够 大家试想想一件事 由奥巴马上台去刺激经济开始 国债上限上来 已经遇到很多次国债上限需要调高 甚至乎政府会停工 但结果拖了很多次 那时是民主党总统共和党的国会 但现在全部都是共和党 但都谈不够 究竟是什么问题 大家要清楚 近期有很多民意调查 现在美国人对现在政府甚至许多政治问题 都相当许讨厌 但也代表了一件事 其实国债上限是自己搬出来搞死自己 如果今次再出现问题会怎样呢 国债上限根本不需要谈不够 全部是自己人 之前说总统不是你 所以你拦他 但现在你是自己人 结果要到最后一刻 自己人都谈不够 我们要谈谈 其实大家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对大家没有说不好处的地方 你发觉原来他们根本已经冒合神 代表了日后所有政策 基本上你都不用自言通得过 全部都会有附加条件 而这些附加条件是否容易令大家觉得接受 是否代表了一件事 我们现在只见到美金大跌 何时连美股的特朗普效应都会消失 这件事大家就要开始更加关注 说到美股 美股一直都做好 上星期仍仍在升 但是有一个报道指 很有趣 当地金融机构和银行 分析员都说继续好看好了 但有报道指 华尔街六大银行 包括摩根大通 摩根斯丹利 美国银行 富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等等 在过去一年已经卖了932万股自己的股票 究竟他们不是自己的金融业也看不好 你又怎样看美股 我想大家也要知道 由美股再次做好持续创新高 很多时候买回自己的富藏股 是一个主要上升动力 很多公司都会因为钱太多 令股价继续维持高位 但大家也知道美国开始缩表 所以我经常说 耶伦港缩表是否一个暗号 麻烦你们所有财金官员会知道 这件事之后要走老了 其实金融海啸有很多银行 出现了中饱私囊 然后有很高的分红 现在救了之后是修炼 但现在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暗地里还在做同一件事 因为他们本身的业绩好 推到股价上去 所以他们有很多所谓认股权症 现在是否代表他们开始收 而且大家知道缩表真的是暗号 代表你们大家好走 现在银行已经走 近期有很多人会唱衰美股的原因 很多大基金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似乎这是一个前奏 但我常常强调 现在大家感觉不到 因为现在走的人是财富的 到走开始剪辣时便会知道 应该是一个大势而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美股的人 又赚了不少的话 就放假才走 港股需要什么走 港股就不用住 还有一些好事 来到这些时间 我们又看看这个星期 或者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大家要留意 今天英国休市一天 欧洲方面意大利有商业信心指数 欧元区有M3公布 以及美国会公布7月批发库存 但这个星期美国有些重要数据 是 飞龙 未来美国也要公布网易数据 大家可以留意 这两个数据 大家要知道 7号后失业率会否给到更多的启示 美国是在9月加息 还是9月缩表 这样可能会给到大家一些方向 美国这个消费国家 这个星期都有很多消费者信心指数 大家要留意 大家的购买能力是否还在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交易日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 拜拜